問題是大部份人在我們的生命中 我們經常留意如何做些事情令神喜悅 但有時我們不懂得使用祂給我們的權柄 是如何彰顯天國的情況 只有一個方式進入天國 這個人的名稱叫做耶穌 只有一個方法進入天國 耶穌就是我們要做這些、做這些、做這些 我們有很長的清單 那你可否做耶穌基督要做的事情呢 你是兒子的身份 你現在有這個機會 你有一個命定 現在你成為一個中間人 是圍著這個天國的緣故 你不會透過這個信心 接收這個恩典的果子 你現在在基督裡已經百分之一百清二了 所以我爸爸給了我 我現在就給你們 不要覺得是很理想化 有一個智慧和過程 就是如何在你的靈魂裡面 而是信心不需要是時間的 而宗教化才覺得需要是時間 信心可以即時的 是立刻的 這就像Patrick所說的 就是一個神跡歧視 你第一次去這樣吐谷 這就立刻這樣發生了 我便想把最口道願經文 以乎所書的二章 以乎所書二章 這就說是以乎所書二章 這裡就說 從前你們因著自己的過犯罪惡而死了 哪時你們在犯罪惡中生活 隨從今世的風俗 信服空中掌權者的領袖 就是現今在撥翼的人 心中運行的斜靈 現在是說 那時在犯罪惡中生活 在犯罪惡中生活 隨從是今世的風俗 這些是不順服神的 因為他順服了空中掌權者的領袖 這些就是現今很撥翼的人 心中所運行的斜靈 在犯罪惡中掌權者的領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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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前你們在犯罪惡中掌權者的領袖 從前你們因著自己的過犯罪惡而死了 哪時你們在過犯罪中生活 是隨從今世的風俗 信服空中掌權者的領袖 就是現今在撥翼的人 心中運行的斜靈 第三節 我們從前也都生活在他們當中 放縱肉體的施肉 隨著肉體和心中的意念去做 和別人一弱 生來就是受懲罰的人 因為如果我們在這個順服 是空中掌權者 這是邪惡的勢力 這裡第三節有說 生來就是應該受懲罰的人 因為我們是信蟲這些 是放縱肉體的施肉 隨著肉體和心中的意念去做事情 所以和其他不信主的人 是沒有分別的 生來就是受懲罰的人 第四節 現而上帝有豐富的憐憫 一著他愛我們的大愛 因為神真的很愛世人 就是因為祂很愛我們的緣故 因為祂有偉大的愛 所以祂有豐富的憐憫 所以竟在我們因過犯而死的時候 使我們和基督一同活過來 一可見你們得救是本福恩 所以我感受到力量 就是有時基督都會自責 因為祂可能做得不好 但是如果你知道 在這裏明白唯一一個關係 是藉著基督 而基督這裏說了 無論你犯的罪 的清單多長也好 但是基督一樣是 第五節在我們因過犯而死了的時候 祂死到我們能夠和基督一同活過來 一起就可以見到 你得救是本福恩典 如果你不明白 你將會有很大的問題 不只是生活跟 我們是說 你不明白 你去相信神的時候 你將會經歷神的懲罰 所以這才是大問題 然後就是 第六節 他有使我們在基督耶穌女 與他一同復活 一同坐在天上 為要把他極豐富的恩典 就是他在基督耶穌女 向我們所思的恩慈 顯明給後來的世代 第七節就是 第八節 第七 為要他極豐富的恩典 就是他在基督耶穌中 向我們所思的恩慈 顯明給後來的世代 我們得救是本福恩 我們一起說 我們得救是本福恩 也是恩著信 也恩著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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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並不是出於自己 而是上帝所賜的 又是這個 沒有說你 是因為是你做了些什麼 而是因為耶穌基督 所以你配得 不是因為你做了些什麼 所以第八節就說 我們得救是本福恩典 也是恩著信心 是恩著信心 什麼意思呢? 你不可以做一些事情 而得成為一個救恩 因為你做了些什麼 而成為一個信心 你不可以恩著你做了些什麼 而得著恩典和信心 恩典就是出於神 而信心 亦是恩著這個 是在神裡的信心 所以並不是出於自己 而是上帝所賜 很多時候你可以不停讀 以及這些去默想的經文 很多次很多次 直到你好像得到一個啟示為止 即是有時候我們的腦 讀完就不是馬上明白的 不需要第一次就明白 你不停讀它幾次 然後去默想幾次 就算我不是百分之一百 完全明白 你不要覺得你看完 以律所書、異章 就什麼都明白了 不會的 你會不停回頭再去讀 因為有時候我去準備訊息的時候 我覺得 國際英明堂他應該會知道 但我感覺到 有一把聲音就說 Sean 你真的忽略我的話語嗎? 你以為你很多都明白了嗎? 因為有時候你不會再看那段經文 你覺得你已經明白了 對嗎? 所以第八節 你們得救本乎因 也因著信 透過信心 透過信心 你以後白白地接收這個因典 所以第九節 也不是出於行為 免得有人自誇 你不要說 我肯定自己做了什麼 我現在得著信心了 整個過程是被保護的 因為當亞當進入心虐的時候 好像神是把亞當 要令到他睡覺 然後要做一些創造 就是在他身上拿出一個肋骨 成為女人 所以神要把亞當 讓他進入睡眠 就是在生虐裡 當耶穌也要做一些事的時候 很多時候神要做一些事 令到我們要進入睡眠 就是 不是你要做什麼 當你進入睡眠狀態 就是神 容許神去為你做事 如果不是進入神的盟約 你會做不到的事 所以很多人 就是他限制了神的國度的彰顯 因為他們太忙於服侍我們 就好像當我收取了一些很重要的事 可能一些學校的學老師來追 可能某些人在追 有些人就說 我可不可以幫你啊 Sean 我自己就說 不要了 不要跟我說話 我現在到處找 通常都是父母 或者你的兄弟 就叫你坐下 或者老婆坐下 然後他們就開始問我 上一次你放在哪裡 然後我說 你不要再跟我說話 我現在在找東西 沒有空理你 沒有空理你 其實他們真的非常緊張 為我而緊張 但是有一個人 很多時候很冷靜的那個人 就說你看看你的口袋 或者你的眼鏡 放在你的頭上 你經常在找眼鏡 但有時候做基督徒我們很忙去做一些事 但我們錯過了真正要安息下來 冷靜下來 什麼都不用做 我明白有些人就好像覺得 你不做事就是懶惰人 其實在香港 香港人有這個問題 就是太過勤力做事 真是全世界最勤力的人 應該都是香港人 不能停下來的 我想我想每個人最少都 十六個小時 每一天 總之很長 至少都九個小時 十個小時 每一天 有些人就說 我可以怎樣聽到神的聲音 怎樣去祈禱 我可以怎樣做 就好像一個方程式 要好像一些活動式的事情去做 然後得著這些結果 其實不是的 我寧願你冷淡一點 然後變得肥肥 可能有人說 不是的 你要做多一點 好過每個人很努力 跑來跑去 好像很忙的 勤力做事 為著去成就一些事情 我告訴你 有時是你安靜下來 休息一下 然後去解決問題 這裏是第九節 也不是出於行為 免得有人自誇 就好像Patrick說 他看到黑眼的都是看一件事 他多麼聰明 不是因為他多麼聰明 是因為神的緣故 而這件事也需要 Patrick去合作 譬如他願意花時間 機票錢 甚至乎要短暫離開太太 照顧不了太太 所以他所做的這些事情 然後所有的這些事情 就是因為你願意犧牲這些事情 就看到耶穌有多好 所以Patrick是願意犧牲自己的事情 然後做天國的事情 更加向前邁大一步 這裏很重要的第十節 就是我們是他所造之物 在基督耶穌裏創造的 為要使我們行善 就是上帝早已預備好 要我們造的 首先你要明白 在基督耶穌裏創造之物 而這個孤兒就是嘗試 去做些事情 去服事 家人 去得到一些價值 得到一些讚賞 我不是很苛刻地說這些話 就是有些人作為成年人 他們唯一得到一個愛 就是他們覺得需要 靠他們所做的一些事情 這些是孤兒的靈 但是神話不是這樣 我們是兒子的名分 祂創造我們 在基督裏創造我們 祂是以拘捕我們 從祂的懲罰 祂的裂路當中 拘捕我們走出來 進入自由 所以我們在基督裏 神已經把我們拔出來了 從這個裂路 然後透過這個 八百免費送給我們的禮物 清移去送給我們 所以我們得救是本赴祂的恩典 是恩著順 因為傷順 所以不是透過好的行為 而是令到我們合資格 去得著這個救恩 而是恩著耶穌基督 使得我們本福恩 是恩著相信祂 而得著這個救恩 我們說哈利路亞 也會有些人不喜歡我剛才說的話 這是寶羅寫的《爾筆所書》 我不知道当中有没有人听完之后 觉得被冒犯或者不开心 其实有些人就说 欣典啊 那你就有许可证去犯罪了 你觉得神会开心吗 你真是大胆了 这些就是控诉 你真是大胆了 怎可以去安息进入安息 你应该为耶稣做事 难道你不关心失丧灵魂吗 你不关心有病的人吗 我想带出这个问题 耶稣基督他自己 亦都与神 《路加福音》第十章 他有两个不同性格的人 两个都一样想服侍耶稣 看看耶稣如何回应这两个姐妹法 就是这个《马戴》和《马里亚》的故事 《路加福音》十章三十八到四十二节 这里就说了 他们就这样说 他们继续前行 耶稣尽了一个村庄 有一个女人名叫《马戴》 接她到自己家里面 有一个妹妹名叫《马里亚》 《马戴》 《马戴》就很粗劳地去服侍众人 走来走去 《马戴》 《马戴》是事后的事很多 《马戴!心里很忙了 被分心、被分心 重要的事情要說三次 被分心 有多少次我們作為基徒 我們的宗教化的事情 我們的工作、我們的奉獻 或者我們出席、教會 所有禁食、所有祈禱 好的事情這些都是 但是有多少次被形容為 是一個分心的事情? 就是這個馬大被分心 就是他很忙於事後人的事情 然後他說 主呀,我的妹妹留下我一個人事後 你不在意嗎?請吩咐她來幫助我 我真的很開心 就是我們不需要讀這些經文 因為這些就是令教會的位分 是降低了 如果我們好像馬大那樣 即是有時候 如果我們有馬大的思維 我們會經常問 我們會問瑪利亞在做什麼呢? 她是不是在服侍耶穌? 我不是應該服侍耶穌嗎? 你不愛耶穌嗎? 就坐在這裡聽到 為什麼你不去做事呢? 你愛她為什麼不去做事呢? 所以馬大就投訴 所以馬大就投訴 跟耶穌贈 就說主呀,你不去緊張嗎? 我妹妹就坐在這裡聽到不做事 有时听起来很宗教化 好像我经常跟耶稣说 耶稣说你要为谁做些什么 做些什么 好像我自己 我觉得神就跟我说 Sean,你不知道你自己说什么 你站在我后面 好了,耶稣如何回应呢? 马大41节主回答说 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情粗心烦恼 但是不可小的只有一件 马大,马大,是否那些 所有我准备去服侍你的事情 你的事情是分了你心 好了,耶稣说 只有一件不可小的事情 马大,马大已经选择了 那上好的福分 是没有人能从他夺去的 你一个阿加皮的爱 戴着阿加皮爱的耶稣的门徒 基督徒门 你不去关心 你会跟耶稣说 你不关心我们有没有做服侍的工作吗? 其实耶稣自己亲自说 玛丽亚选择了那上好的福分 所以你不要容许任何人去挑战你 不要容许任何人去挑战你 而是你要明白你在做什么 不要人家这样控诉你 你就信从他们所说的 因为你要知道 你是不是在做马里亚 你在做马里亚 就拿了这个最上好的福分 但是马大所做的都是好的事情 他太忙、太勤力去做一些事情 完全被分心 但是唯一一个人做对的事情 就是他专注在耶稣基督里 他不想 马里亚不想其他人 去代他接收耶稣的福分 他不想其他人 代他去接收耶稣的道 好像你放假那样 你四周走 你一样很爱耶稣的耐心 去旅行的时候 周围走 其实好像外面 看不出你很爱耶稣 在这儿游荡的时候 但其实耐心神知道你爱耶稣 不是一定要说 好像去哪里服侍 去越南服侍 去哪里服侍 才是叫我爱耶稣 说笑 我不是说拍摄你去越南服侍 就是我比喻 你明白我说什么 这个宗教化的灵 是不想你进入神的安息 去接收神的上好的福分 神的道 而宗教化的灵 很想你捆绑你 经常都要做做做 才认为这样才对得住神 这样才是服侍神 我觉得未必这样是完全是 有人说这个玛利亚 有很多甚至乎神学家 就说应该这个玛利亚 都是那个去到耶稣坟前的玛利亚 就是看到耶稣坟前的石头被移开的玛利亚 应该都是同一个人 但是不是百分之百肯定 但是很多人都是这样说 神学家都是这样说 就是马大和耶稣去投诉或者神 但是耶稣就告诉他 玛利亚拣选了上好的福分 你可能好像马大那样 尝试做很多东西 为耶稣做很多东西 但是耶稣说我是很爱你 当你明白这个启示 神很爱你的时候 你知道不是靠着你做了多少 才得着耶稣给你的爱 不是因为你要做了一些什么 耶稣才契约你的 如果你觉得你很努力做这些东西 才能背得着神的荣耀 然后你就可以自夸 因为你很努力去做事工 很多时候就很容易自夸 很多时候就很容易自夸 所以这件事 你很容易就被分心 我也是在说我自己 这个差不多应该都是最后一段经文 就是《路加福音》九章 有没有呢 有了 最前面第一个 我喜欢耶稣和门徒的关系 看到他们这些孩子 搞到一团糟 然后我真的很感谢耶稣 祂没有击杀我 因为我如果祂击杀我 我已经早就不在了 因为祂真的有很多的恩典给我 就像玄丁那样去修剪 那些淡淡淡淡的枝子 祂在不停修剪我 我说我 男人特别是 很容易对有责任感 要去做一些事情 去回应 去负责任去做一些事情 耶稣有些事情 祂所做的事情 不是因为祂没有礼物 耶稣也会斥杀门徒 就说撒旦退下去吧 对着彼得说 或者对着门徒说 你们这帮小信的人 耶稣也是这样骂门徒的 耶稣是很爱门徒 而且容许他们犯错的 我说香港因为 现在我们住在香港 我用香港做例子 香港人是很容易紧张的 就是去做一个 打个电话 或者做一个决定 或者走出前一步 他说我不想先做一个决定 我先跟老板谈谈 因为文化就是代表 如果你做错 那你老板就可能会鞭打你 我是一个西人 一个外国 但是我说 这里的文化 一般的文化都是这样的 如果我犯错了 我老板就会责备我 他说好 你所说的 我要去问老板 文化是否这样 是一个很安全的环境 或者是一个管理的团队 你会容许你下面的管理阶层 去做一些决定 去做一些 就是你走出一步去打电话 或者去做一些决定 我知道这是一个文化 你不可以很理想化 有些事情可能都会是这样做 那为什么呢 当耶稣对群众说话的时候 有些人不喜欢听就离开了 因为他们被冒犯了 好了 我们看回第九节 老家风音第九章 五十一节开始 在读读一下 耶稣被折上升的日子 将到他决定 面向耶路撒冷走去 他打法使者在他前头走 他们尽了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庄 要为他作准备 这个村庄 就说要去准备耶稣 预备耶稣的来 要去到撒玛利亚的村庄 洗准罪人的罪 五十三节 那女的人不接待他 即不接待耶稣 因为他面向耶路撒冷去 因为他们不喜欢以色列 所以撒玛利亚和以色列分开 因为以色列犹太人 觉得撒玛利亚很骯髒 他们不是被揽犯的民族 所以他们有罪性 所以不喜欢 好像想像当今的以色列人 和巴勒斯坦人的关系 耶稣基督很想去拯救这些罪人 他走去这个村庄 撒玛利亚 但是有些人 看到耶稣走去撒玛利亚村庄 那些人就不跟耶稣去 因为他们被冒犯 因为他们觉得 那是一个充满罪的地方 那谁会同意 就说 你觉得撒玛利亚人 是不是一个做错了呢 其实他们应该要接受耶稣 尊荣耶稣去他们的村庄 但是这些人被冒犯了 那就是 这个决定就是错误的决定 所以那些人不接待他们 因为他们因为他面向耶路撒冷去 他的门徒雅各和约翰汉的尿就说 主啊 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降下来 消灭他们什么 就好像以利亚所做的一样吗 不如首先 真是一个很伟大的信心 是不是要求天上的火降下来呢 也很有大的信心 是不是 你想像一下 和我说 我老板 他扣押了我的薪金 你会不会 要我好像以利亚那样 求天上降下来 烧了这个老板呢 你看看耶稣如何回应 你看看耶稣 那就是那个撒玛利亚的村 那就是门徒都认得 撒玛利亚人所做的事 不接待耶稣是错的 耶稣不是说 他不是说 你们做错了 不是说你们批评这些情况 是错的 但是你们的回应如何处理 是错的 就是那个令到我被冒犯 那耶稣就转身去 集备两个门徒 于是他们就黄别的村庄去了 就是说 因为你认为áis是错的 就是因为是犯了 因为你不明白 这一个你们的灵 在当中应该是怎么样 就是说 耶稣不是说他们所做的事是错的 因为他们去了另外的 第五十六节 于是他们的意思 这个他们就是门徒 是去了一别的村庄去了 而就是 很多时候 你是不是有另一个灵 另一个灵 所以是你想这个火 要消灭这个村庄 自从我听了一个人 去说这件事 就是《列王记上》十八章 有说的 就是神 是祂命令以利亚 跟以利亚说 我要求祂带水下来 这个土地 但是以利亚是带了这个火 不是带了雨水 很多人不喜欢这段经文 因为他们喜欢火 淋到地上 耶稣 就是神不喜欢这个火 淋到地上 因为当时祂吩咐以利亚 是要将雨水带到地上 但是 而火来消灭人生命的火 神不是要这件事 神的火要来拯救人 我不想说得太仔细 我不想说得太仔细 我没有什么特别的意见 但是在世界中 有一个很出名的教会 他们遇到很大的困难 有些事情发生了 就是有些人里面 有些人会去拗拗 不同意 那就是有一个 在YouTube的频道 整个事情就是批评一些事情 他们的发生 有些事情的發生 不是專注見拜耶穌 而是我看其中一個批評的頻道 而這屬於一個教會 他現在面對很多掙扎的問題 心痛 因為有些人 我們每個人都愛耶穌 但有些人不喜歡大教會 但這些大教會的頂姊妹 是我們的頂姊妹 就算這個愛耶穌的人 他一樣都在做一些批評的話 我正在看他講 他就說 有些不好的事情發生 他說 我相信這是神的烈露 我心裡 如果這個是神的烈露 整個世界一樣都是有神的烈火 臨到去消滅我們全人類 一個是很大的欺騙 就是有關這間教會 有些不好的事情發生 之後 你就會覺得這是神的烈露 去懲罰這群人 如果有些文件 是漏洩漏了 你覺得這件事 教會發生的事情 就是神的烈露嗎 你想想 你可以嘲笑其他犯錯的人 我們要去敬為神 你想想 這個人可能是比較不小心 撒馬里人也是拒絕耶穌的 當然不好 我也不知道任何細節的事情 我覺得如果你去批評 我覺得教會發生的事情 是屬於神的烈露 這個對於神 你不是去彰顯神幾有能力 而是在這裡彰顯神是一個羞辱 所以我們的神是一個活的 是道成肉身的人 而人拒絕耶穌 對於猶太人 他一個 就是他們看低了 是撒馬里人 又拒絕耶穌 然後他們說 不如主 我們會不會 把天上的火 敷照下來 然後燒盡 消灭这些萨玛利亚呢? 我告诉你 国际殷永堂 我们当中不是宗教化的人 我们都是充满爱的人 但当有人批评你时 不需要呼求神的烈火下来 神说我们要爱我们的仇敌 当门徒说 我应该原谅我的弟兄几次 耶稣七成七次 就是立刻神去增加我们的信心 耶稣说 这些事情会不断发生 还有有时有些人 他们不能原谅人 因为他们被分了心 其他事情的事情 他们没有真正坐在耶稣的脚前 去听耶稣的道 当你真的这样做的时候 你真的可以原谅一切的人 你不需要出去争取 去争辩 去打架 你是可以很有安全感 你可以说阿门呢? 你可以很有安全感 在耶稣里面是得着 让我给你一个… 其实我听完这个人 我听到这个人批评这个大教会的时候 然后我就很生气 我很想在网络回应他 在网络上 接着我听到神就说 Sean如果你回应 你和这个人所做的有什么分别呢? 所以我不是说 我不是说 你要有一个就是 有一个就是 有一个就是 以此的模式 就是说 你不要 是 一去有什么 你觉得不妥当 就说 呼求天上的烈火 下来 去燃消灭那些人 如果我的心 就是在这儿 去控诉 或者批评那些人 那就是 我们要去 用一个祝福他的态度 原谅他们的态度 我说 就是有些人 有些人 我上来 在里面 消化一下 你会觉得 如果这个人是你的话 我就犯错了这个很愚蠢的问题 我就是 Rob所写的本书 我就是 Header做了很多文件的东西 我又做了一些印刷 然后就是做了一个设计封面 然后打算拿去印刷 那我们又要印成千本 那我就开始打开 给我妈看 然后我问了Sean 然后我说 Sean Rob的名字 是否叫Rufus 因为 是没有了U的字 所有的人 整本书的封面 有千多千本 都印错了他的姓 然后我说 哎神啊 你的火来吧 你的火来吧 燃烧我 然后我就在这里 哎呀 责怪自己 就是说我真是愚蠢 我们有整个家族 有六个人都在这里 去检查一些文字 然后检查 然后拿去印刷 然后说 麻烦你为我祷告 不是 开玩笑而已 有几个人做错这些事情 你就是做了这么愚蠢的事情 写别人的名字 写漏了一画 就是字就不同了 好 很容易就说 其他的人 我想说你自己 你的 你的 马里亚 你的马带 有时候你要把 马带 就是要他收声 你要 就是让 马里亚 去继续 有时候你可能想 呼求天上的火 来 临到你的丈夫 或者你的太太 我会说 耶稣来 帮助我 不要变得很审判性 举我们的手 爸爸 我们多谢你的恩典 八百免费送给我们 我们就是想百分之一百 我们知道 我们完全不配 多谢你 是真的给我们 我们真的会接收 我们凭信心去接收 不是靠着行为去接收 圣灵 我祈祷那些 所有的 自责 或者是 去评论其他人 我们就是 我们不会呼求 这个火 而我们就祈祷 这些人会得着自由 得着释放 是的 从压力里面 让那些人进入自由 走出压力 走出压力 所有的字眼 在本书都写对 多谢爸爸 你不是来去粉碎我们 但是去拯救我们 多谢 现在就是让圣灵 去加力给你 和你自己相信 那就是 不是单止为 我们身边的人 去相信 而是为我们自己 去相信 为我们所做的 错事去相信 要我们每个人 都是接收你的爱 的 感谢主 爸爸 爸爸多谢 你给我们的安息 你就是给我们 很大的启示 我们可以走在 你的神迹启示 里面 我们就好像 Patrick 在越南所做的 宣教的工作 合眼都可以开眼 多谢主 多谢 多谢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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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感受到这个 是安息吗 你感觉到 就好像圣灵 拿走那些重担 因为我的重担 我淡自轻散 我的厄是容易负的 有很多人尝试 拿这个厄 在旧日里 这些透过流汗的工作 得着 我们不是 其实是他去背着我们 背着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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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起 感谢主 祝福大家 谢谢殷永堂 真的很爱你们 多谢你们 今天来崇拜 我们下周见 多谢大家 拜拜